最近各大医院都接获了很多绿中毒的病患 原因出在过年前大扫除 民众最常用的清洁剂有盐酸或是漂白水 但是有民众一想天开 把漂白水和盐酸混合使用 以为可以擦得更干净 结果却发生了绿中毒 呼吸道发炎腐蚀 甚至是肺水肿 擦眼草命 清洁家装厕所 不管是漂白水或是盐酸 都能洗得清洁溜溜 不过小心有暗藏危机 果然漂白水加上盐酸 立刻产生化学效果 黄绿色的泡沫不断冒出 发出刺鼻的臭味 就是氯气 如果又在不同风的厕所打扫 小心氯气中毒 漂白水的东西的话 最好不要加上酸仙的物质 包括盐酸 畜酸 曾经有案例报告过 这样甚至引起很厉害的 汇部的一个化学性汇炎 还有化学性汇水肿 而且造成生命危险 最近各大医院 也经常有氯气中毒的个案 主要都是用漂白水加盐酸 打扫厕所 导致侵蚀呼吸道粘膜水分 体内产生盐酸锡 导致呼吸道发炎腐蚀 差点小命不保 通常氯气中毒的患者 也必须在医院24小时 危险观察期 医生也提醒 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清洁剂 所以年节大扫除 记得戴口罩 戴手套 在通风地上打扫 尽量单一使用清洁剂 才不会导致悲剧发生 中天新闻黄宝同仁一方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扫